你黑黑黑诚 这个是专门送给你的 专门送给你的 就是说你很像这种刺要拘人 韩红的确跟外表尖锐分离内心却异常柔软的仙人球很像 出道多年的韩红是节目里自立最老的歌手 又因为看起来太过严肃 让部分年龄上轻的嘉宾不敢主动跟韩红接触 不仅如此 跟韩红同组的其余四位女生在买花时 还特意给韩红选了一盆仙人球 并表示韩红很像这种会扎人的刺 其实韩红的刺以及扎人 早在多年前就有不少人深有体会 某次采访 韩红一句中国的明星都不算明星 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不过说这句话 也是因为多年来一直坚持做公益的韩红 早就见识过娱乐圈许多明星在挣到前后 只图享乐不愿回馈社会等自私行为 08年地震后 韩红为了筹集上款 援助在后重建 特意举办了一个慈善晚会 邀请了圈内庶民明星 可惜明星们在知道这场晚会 并没有任何媒体记者采访报道后 竟然一个也没来 除了圈内明星 韩红还在采访中吐槽一些慈善机构 在获得上款后 不仅收取高额管理费 还将他人捐赠的物资积压在仓库中 虽然韩红有着尖锐而分立的刺 意志扎向的 却是那些不愿做实施的人 与此同时 韩红也有着如仙人球般柔软的内心 身处舆论漩涡的他依然坚持做公益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协助救援 外表锋利 内心柔软的韩红 也确实如同仙人球那般坚毅勇敢